這麼多水果 我吃了這麼多水果 我們選了味道比較濃的水果 這次水果味重一點 好 我們可以怎麼幫妳 我們先會把它切成片狀 切片 這裡要切片 像葡萄要切片 好 我來切 加蘋果 我來 好 葡萄你想成分幾片 那就對半就可以了 還好 我以為是葡萄你要切成 一顆切七片 泡在處裡面差不多 三個月夏天時間短一點 對 它就會沉醋 所以對半切它的味道都會開來 都會開來 是 你看這個豆哥 你這個果醋的這個泡菜 你什麼時候發現 原本泡菜是用蒜 對 但我太太不吃蒜 對 她又想吃泡菜 我就想做一個沒有蒜味的泡菜 對 剛好有一個應援機會下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突然想到 用嘴果來貼開這個味道 對... 我真的覺得非常很多 非常厲害的這個創意料理 對 都是從愛開始 是 研發出來的 因為你是為了太太對不對 是的 我們這一門派都是這樣 真的喔 好 老闆 還有我現在可以幫你什麼 可以幫我幫 這個 都放進去 加攪貨的工作是要願意 對... 所以這我可以 這我完全可以 然後我等一下是加什麼 加什麼去 加成醋 好 接下來什麼步驟 成年醋給它倒熱 所以這個是成醋 可以聞嗎 它很嗆喔 嗆痠痠喔 好... 嗆痠痠 嘆痠痠 有帶活到還這樣 大口氣不要怕 這樣會很損 這樣會很損 對啊 成醋裡面會有... 會有這樣子之前發的那個 這什麼 水母 我可以用手拿嗎 有點像水母 它來代發酵會比較快 它是...它是做什麼用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啊 它是層次發起來的 就是類似果凍的一個 它會飄在表面上一個 應該是屬於酵母類的 所以只要有它 就有可以做出了 就發的比較快 然後就做這台 不是啦 好香喔 好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 傳承的味道 這是舊桶傳承到新桶 你不講喔 它還真的有點像海折皮 海折皮 好 然後呢 然後就再補鮮醋了 補鮮醋 補鮮醋在哪 很濃 直接倒進去是不是 這個也吸 這個叫糯米醋 糯米醋 糯米醋 用吸的 在這裡沒有好香喔 整個味道 然後大概到 泡到水果 這個OK了 要泡超過嗎 要泡超過 沒有泡到它會壞掉 其實老闆 有 這個紅心原理好像是這樣 這一桶只要比這桶高 對...它就會一直出來了 對... 你不用一直氣啦 不用一直蹲蹲蹲 如果它這個有點硬 你就叫我把它抬高 抬高 沒有... 就不用這樣蹲蹲蹲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我越高它會越快這樣子 對... 好了... 算教... 對... 白菜哥 白菜 我們用的是大白菜 我們... 這什麼 它這個叫泡菜鹽 泡菜鹽 這是井鹽 礦物質含量很高 所以它做的白菜它的甜度比較高 這是井鹽 它有盛行嗎 盛行是 井鹽盛行 盛行 多嗎 跟行為要講 好 我們現在怎麼做 我需要幫你什麼 要把綠的部分去掉 去綠 這個不要 綠色都不要嘛 然後接下來我會重新一下 然後把它去掉 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喔 去頭喔 這樣根本沒有綠的了 其實綠的 綠的去掉 最後的成品它會變得偏黑色 會比較好看 在很深綠的部分 在菜鹽的地方 它會有一根是很綠的 那個會反腐 這個都太綠了啊 對啊 那這個就不能用耶 對啊 綠的根本就都不能用 接下來我們會 對 這就把它剝成片狀 然後這邊呢 我們會大概先取半 取半之後呢 請你跟我這樣做 請你跟我這樣做 再一半 我把菜心去掉 它往外面刮這個 這樣 菜心去掉 然後這個是娃娃菜心 是整個菜葉裡面最嫩的 把它挑起來 這樣挑起來 一層一層 這個大概大小 就合適一個筷子夾起來的大小 對 然後這個菜心做成 拋在之後是最甜美的 來 調味成 你看 已經有味道了 你看 軟Q軟Q 菜心的部分 還沒有調那個 它就會有那個 甜的 對 白菜裡面有一種甜味 甜的 它還沒加水果就這麼甜耶 剛剛那個鹽巴的效果 好 現在怎麼做 就拌過來 這種是我們已經調好的 醋婆醋 我沒有放一些像是 黑辣椒跟醋啦 一個辣椒粉去炒 然後我放鹽巴 一些調味都在裡面 米粒 米粒 米粒啊 米粒 米粒 三斤 我對不起 對不起 我要看一下米粒 不講就是不講 就告訴你背不起來 這就是一個軟釘子好不好 想吃就來心補嘛 對不對 來 拌一下 你看這個 好醜喔 是這樣的耶 是 這樣子把它拌一拌 紅還有蘿蔔 你那個 那個粉末狀的是蘿蔔 這好香喔 我這怎麼拌有夠香 我來問這個 你怎麼高胖啊 你看 待在你的身邊 滾那個味道覺得很幸福 這感覺上次是厲害的耶 來喔 醉了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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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了 醉了 我被關你聞了喔 好 這我須不知要腳上去踩啊 你在做福菜喔 對 這樣子會有味道是不是 大概兩天它的味道 完全會跑到菜葉裡面 真的喔 這是我們台菜的泡菜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一樣再把冰回冰箱 是嗎 是 你要不要吃吃看 先這樣可以直接吃嗎 先這樣吃 好噁心喔 好好吃喔 很好吃的 你叫我吃 我感覺很噁心耶 你叫我吃啊 你還真的耶 逃不猶豫耶 因為你有加那個辣油對不對 對 所以有帶一點微微的辣 好吃耶 等一下 我的手套都不能用了 你知道嗎 你就叫我試試看 不要浪費啊 好噁心喔 這些都是用泡菜下去弄嗎 是 這是泡菜野生的料理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是泡菜湯滿條 湯滿條 然後這個是泡菜臭豆腐 臭豆腐 那這個呢 這道菜是九層脆菇 你看起來滿像大廠 原來客家菜裡面 有一個經典菜是 薑屍草大廠 對 我這家店原來是賣荤的 後來我換了菜單 老饕回來 他們要找薑屍草大廠 我沒有 後來我想到一個菜就是 把杏鮑菇切成薄片 然後把它汆燙變成之後 用竹筋把它捲成像是大廠的形狀 然後燒三杯的口味 然後我發現 它的口感跟大廠很雷同 真的嗎 還比大廠好一點 怎麼可能 一口來... 杏鮑菇變大廠 是 太創意了吧 它有Q彈的口感 對 還有一個脆度 那個軟嫩的嚼勁 對 但是吃起來感覺負擔沒有那麼大 對 很舒服的感覺 我們來吃一下它這個好不好 剛才的那個 剛剛我們做的泡菜 我聞到都沒有吃到 終於可以吃一點 水分很多耶 它吃到後面會隨著口腔的熱度 所以我的香氣會更冒出來 我喜歡 沒有那麼黑味 但它很清爽 那個甜是充滿了水果的香氣的甜 什麼泡菜也是出來就超拌條 這拌條它是在台銘做的 它有本來的那個甜味 因為泡菜原來它有點酸 有一點辣 搭在一起就好像滿麻糬的 試試看 讓拌條吸了這個泡菜的酸度 泡菜超拌條 跟那個甜味感覺是怎麼樣 口水湯就好好喝 這剩就好喝 喝到一股花生的香氣 真的有耶 有一點味噌的那個 是味噌的對不對 對... 是味噌的香氣 對 這湯 這可以耶 這有... 有這種湯超好喝的 好吃 真的好吃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那個超拌條 這個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它有它一個很獨特的一種 果香跟泡菜香 這就是你的鹹甜粉 一般拌條不會吃到這種味道 我超愛鹹甜粉 愛 泡菜配錯豆腐 一定是絕配 這個就無庸置疑 一定會好吃的 有 旁邊也是有加這個香菇是不是 對 有錯 我喜歡這種甜而不膩 鹹而不酸 口味沒有那麼的沉重感 然後把它吃起來是清爽 但是卻不吃它原來 反調過的臭豆腐 原來該有的味道 它味道很濃 很香 很甜 然後帶著酸味 但是它卻不會把原本 你的食材的味道壓過去 是... 它反而就是相輔相成的感覺 就跟我們一樣 沒有... 我們不會把鼻子壓過去 反而把對方的優點 都凸顯出來那種感覺 就是你的泡菜 就是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真的 這個創意料理太厲害了 這個創意料理可以 一定要吹廣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要缺什麼步數 你講到這個 我早上就是一直想跟你講 那我忘記了 就是我們在那個園區裡面對不對 對 好像可以住耶 有沒有回去問問看 對...我有看到 好 吃一吃 來去... 對 回去問問看 謝謝你啊 好開心喔 找到一個創意料理 是 謝謝... 再來個大廠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鈴鈴... 鈴鈴... 鈴鈴...